陳佩琪自己揭露有一千六百日十八萬的金流 但他買完商辦後 又想看一點二億的豪宅 錢從哪裡來引來質疑 陳佩琪十二號接受特定媒體專訪 強調錢是清白的 他開他自己公布的五大金流 收入部分包含母親帳戶 薪資帳戶以及柯文哲的選舉余款薪資 另外還有演講通告費 車馬費和紅包等 一共一千六百日十八萬 但看看他的支出 光是買商辦就花了四千三百萬 再加上他們想購入的上億豪宅 財務吃得消麻引來質疑 這些錢陳佩琪從頭到尾 都在跟全國人民大玩數字遊戲 就是因為這些金流都不攏 所以才會像擠牙膏似的 在交代所有的金流跟奶龍去賣 柯家金流沉迷更不排除陳佩琪隨時可能從證人轉被告 檢方放他在外是否為引蛇出動揪出漏洞 畢竟金流太多可疑之處 法界人士分析如此異常的家庭財務說明 不僅違反經驗法則 甚至顛覆一般社會常識 這些錢到底從哪來 柯文哲和陳佩琪恐怕得一筆一筆交代清楚 暫電新聞到達成林君 台北從報道